今天跟大家分享七颗漏财智 第一个是额头正中间长智 在面相当中额头正中间的部位称为官路工 主管这一个人的事业财运和命运前途 如果是此处长智的话 尤其是个头比较大色泽灰暗的恶智 那么对个人的事业和财运是非常不利的 属于一颗典型的漏财智 这种人一般判断力不足 缺乏理财意识 而且花钱缺少规划 总是大手大脚 挣的不够花 即使有财也守不住 最终会容易漏光 事业工 也就是官路工有恶智的话 对事业和财运是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是这个眉头上方的智 眉头上方的部位称为凌云 主一个人的智慧和感情 如果说眉头上方的智 长智 我们这个人一般做事缺乏理性 这个眉头为凌云代表智慧 缺乏理性和智慧 喜欢感情用识判断力比较差 对生活缺少规划 考虑问题也只顾眼前 没有什么志向 还经常容易惹是生非 所以在事业上是难有太大的作为 在金钱方面更容易出问题 不论是挣多少钱 最终是左手进右手出 攒不住钱 生活当中总是捉襟见肘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和成就 这是眉头上方 凌云处有志 是影响个人的判断和智慧 第三个是田宅宫的志 眉毛和眼睛之间的部位 称为田宅宫 代表着一个人的房产 田宅 心胸 宽广 是否 心胸各方面 还有家庭的关系 是否有家庭的责任感 如果是田宅宫 长有一颗较大色泽灰暗 或者形状不规则的恶制的话 那么这种一般心胸比较狭窄 人际关系不好 家宅和田宅部门 做事非常的辛苦 但是就很难挣到钱 想要成功非常的困难 一生财运很差 会经常遇到一些破财 逗财的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田宅宫 容易伤了一个人的稳定性 一个家庭的一种稳定性 第四个是子女宫的志 子女宫是位于眼睛下方 下眼瞼的部位 在相学当中也称为内堂 三阴三阳处 代表一个人的夫妻感情运势 和子女的运势 如果是说此处长智的话 这个智也称为内智 这种人虽然头脑非常的聪明 但是个人的运势不佳 贵人运不佳 个人才能是比较抽中 但是容易怀才不运 婚姻感情运势也比较坎坷 男人容易娶恶妻 女人容易嫁渣男 很难赚到大钱 聚财的能力也比较差 子女也不省心 因为子女工如果是说 有一些恶制的话 伤了子女工的话 我们说左眼的 这个就是说左眼下方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容易男孩子比较叛逆 右眼代表的女孩子比较叛逆 一生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 子女工有恶制 第五个是鼻翼和鼻头上的制 那么鼻头的制 我们说面相当中的鼻子是财博功 鼻翼是代表财库 鼻头代表尽财的能力 如果是一个人鼻翼处长智 一颗恶制 就像钱袋子破了一个洞 漏财比较严重 这样人一般缺乏理性的理财意识 金钱观念也比较单薄 比较差 在花钱方面 比较大方 大手大脚 没有储蓄的习惯 有多少花多少 而鼻头有恶制的话 虽然财运不错 但是感情运势大多数不佳 容易有第三者 差足 容易婚姻出现危机或者变故 或者是中年时期 事业和婚姻 遭遇变故和挫折之后 生活突然回到解放前 生活比较劳累辛苦 这是财博功上有志 鼻头和鼻翼 分别是代表的赚钱的能力 和人生的财库 钱袋子 第六个是耳垂上长恶制 耳垂在面向当中 称为地轮 地轮是代表一个人的 财运健康和服务器 如果是耳垂上长恶制 个头大 色泽灰暗 形状不规则 那么这个制 就属于典型的漏材质 如果是耳朵本身的 长得厚大圆润 还比较好一些 一般这样的人 头脑聪明 赚钱还是比较容易 虽然漏材多 但是挣钱也能够挣到一些钱 如果是耳朵 很薄小耳垂 再加上长有恶制的话 一般的挣钱比较困难 花钱却很厉害 常常是入不敷出 这个钱来钱去来的款 经常是容易入不敷出 甚至还欠下巨额的外债 这是两种形态 一个是耳朵单薄有恶制 一个是耳朵 比较厚重圆润有恶制 第七个 最后一个嘴巴上长痴 在相学当中称为出纳工 掌管着一个人的实怒 如果是女人嘴唇长痴的话 这个痴为桃花痴 这种女人一般不够聪慧 做事缺乏头脑 挣钱意识 理财意识都比较差 花几钱不知道截止 非常的败家 而且性格开放 不注意保持跟异性的距离 身边的烂桃花干扰也比较多 如果是男人的嘴唇上 有恶制的话 这种男人一般性格比较直 说话不注意场合 特别容易得罪人 身边的小人比较多 使得事业受阻 财运受损严重 这是七颗漏才智 七颗败家智 那么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上的之前 或者是关注本频道 就会长期分享相学 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